MONOGRAM 印花圖案 可以說是不少品牌的經典不敗款式 今天就讓我來開箱幾款MONOGRAM 圖案的手袋 第一款就是 Dior 的手袋 就是 Dior 的 Mini Book Toad 手袋 相信大家對 Book Toad 都不陌生 它的大袋可以說是蜂魔全球 而今次在Cruise 2020 系列所推出的 這款新的 Mini Book Toad 除了沿用了非常經典的 Dior Oblique 設計之外 它這個手腕位置也是很特別的 它是用了比較硬的設計 而它除了這個Burgandy 色之外 其實也有這個Original的色 便可以適合不同風格的女士去配搭不同的造型 讓我們現在看看第二款袋 提到 Monogram 手袋 就不少得 Louis Vuitton 我今天想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款 Twist MM Monogram Check 手袋 其實Twist手袋是品牌在2015年推出 而每一季都會有新的顏色和不同的物料 這款手袋其實就是2019年冬季的時候 所推出的一款袋 而這款袋你見到它用了LV很經典的 Monogram Campus 和一些平滑而色彩繽紛的皮革 人手編織在一起 所以其實就這樣看都已經非常奪目和時尚 而它除了這個很經典的Twist金屬鑽鎖 和這條金屬鏈帶之外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的袋底都是呈波浪型 所以整個袋的外形是非常時尚 而且富有現代感的 我們看看裡面 其實裡面的空間都很大 而且間隔其實都很實用 首先它這裡有一個內袋 而它這裡其實有一塊鏡 很方便女士補妝用 至於皮革肩帶方面 我看到其實它都可以調校長度 所以平時如果你不想手腕用的話 你都可以搏這條肩帶 想搏或斜背用 而最後一副獨想介紹的袋 就是Burberry的袋 其實這款袋就叫做 Small Monogram Stripe E-Canvas TB Bag 它這個TB Monogram的圖案 其實就是向Burberry的創辦人 Thomas Burberry致經 之所以叫做E-Canvas 其實就是代表了品牌對環境保護的關注 在製造過程裡面 是用了可再生的資源 我們看看這個袋裡面 首先上面打開這個扣 而它裡面其實是用了小羊皮去做的 而結構上它就採用了兩格式的風琴式設計 方便一點裝飾 而且它也附有一條長的肩帶 變了除了可以用來當一個clutch用之外 你也可以將帶扣在這兩邊做上駁或斜背 看完今次的L Mailbox 有沒有令你想入手一個Monogram手袋呢?